世界排名第51的台湾男子职业高尔夫一哥潘正崇 上个赛季完成生涯首场美群赛冠军 在美群赛事成功站稳一行之地 拿着这个十几公斤的奖杯 拍照四五十分钟手都麻了 记者会上被媒体们的轰炸 跟赞助商们在鸡尾酒会的庆祝 还有签不完的妻子、帽子 手机里面还有两百多封的简讯要回复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回忆 美群赛冠军你有两年的资格 就表示你接下来两年都有工作可以做 这真的很重要 你只要是美群赛冠军的话 你很像是终身会员 就算你没有保持总职的资格 就前一百二十五名 你还是会有一个过去冠军的资格 虽然是排到蛮后面的 可是你至少一些小比赛也会排到 而且你也是终身会员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场比赛中小潘也意外地和偶像老虎舞姿同组竞竿 让他至今仍兴奋不已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在这么疯狂的球迷欢呼下 然后他还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 然后赢到八十几座美群赛冠军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就觉得他的能力实在是超乎超过每一个人吧 超乎想象的 面对新球季小潘最大的希望是打进联邦杯季后赛的巡回锦标赛 我觉得自己还可以进步的地方还蛮多的 你假如从数据去看的话 像我推杆其实都排在一百名左右 所以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 我球季以前所设的目标也是希望可以集到前七十名 除了就是切杆部分就比较好 其他开球啊 铁杆啊 推杆部分 我觉得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虽然世界排名有一百名左右 前进到五十名左右 那我还是希望可以最后可以达到Tour Championship 就是最后三十个人的那一场比赛 除了场上的表现之外 小潘在今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靠着超过百万美元的冠军奖金 终于在休斯顿买了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除了是他与老婆林英君温暖的家外 也设想着将来可以提供台湾青少年选手 来美比赛时落脚之处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一路就这么多人帮忙他 所以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从买房子 然后一直到很多事情都跟青少年有很紧密的相关 小潘当年如果没有那个机会来美国 他现在可能是站在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我们才会说今天假设有真的很优秀的球员 那老实说全额奖学金尤其是男生是很难拿的 未来会投资在基金会上面 在美国会想要有自己一个机器 给小孩子们讲学金 帮助他们来美国读大学 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家庭状况又没有办法负担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有能力可以协助他们 那我赢到这场比赛它叫做传承杯 其实那在同一个礼拜会举办代表传承的比赛 我觉得这就像是老天也在告诉我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要继续做下去